修...修林的照片 很順暢 有一個地方拍會比較拍不到人頭 有點累喔 部位不對 對啊 第二天早上 結果呢 比原先晚了一個小時起床 因為太累了 我現在要帶大家來看一下我們的陽台 早上長怎麼樣 來 先借你過 其實它就是一個這樣小小的空間 但是我覺得晚上站在這邊看夜景 蠻有趣的 就是看出去是這樣子 大阪寺 然後晚上其實很安靜 然後早上目前的話也是蠻安靜的 很棒 發現我有點太小看就是大阪的天氣 我原本以為會很熱 欸 這幾天涼的跟什麼一樣 我覺得晚上應該會滿人 所以今天呢 可能也要去找一間外套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出來 就是要去早餐店 然後這家早餐店叫做 Kotobuki Kotobuki 應該是這樣子念啦 然後它就在黑門市場的附近這樣 欸 哪裡 在這裡 在這裡是不是 怎麼變我媽在帶路 我看到那個建築物 欸 好可愛 你看 它的建築物 超可愛它做了一個假屋頂這樣 始終是我的天氣 火燈 復古的早餐 呵呵 這個是奶油的吧 嗯 然後這個可能看來應該是炒的 可以啊 我們就一人一半 然後它的紅茶超香的 嗯 然後還有噴個奶油這樣 就可以變成奶茶 開動囉 嗯 そうですね ネットから主人の写真 写ってます そうそう 知り合いの人は まだここにいてはるよ 言ってくれた 日本人はなかなかね 覚えない 私 33年前 日本の留学 ああそうです でも日本全然 でも日本語は 日本語は 他主人過世 他主人過世 他主人 他先生 他也是想要關起 而且剛剛那個 阿嬤 跟我們說他84歲 很驚人耶 他其實快 對 但是他 他就是 講話或是什麼的 都還是OK 就是感覺頭腦是清晰的這樣 只是就是 身體會很累這樣 很厲害 哇 這個日文對話的部分 還是沒有退步耶 還是蠻厲害的 還是有一點 哈哈 好棒喔 好好玩喔 我們現在要來 起司辦 行こうか 拿到行こうか呢 然後他是 超商都可以儲值你的 現金這樣 這樣子在搭車的時候 用逼的應該就比較方便 那你買東西也可以 對 買東西也可以 我覺得太久沒有來日本 一切都很新鮮 哈哈 然後我就發現 大阪路上很多商店 他們的那個 扛方 就是可能就是海產店或是什麼 他們的那個龍啊 或什麼 魚蝦都會做一個很超大 然後又是立體的 就是很浮誇 我非常喜歡 就跟我一樣 哈哈哈哈 哇 超多人 我現在就是觀光客之一 哈哈 我們現在來到大好多很酷啊 然後 後面就是那個 最經典的招牌 很可愛 可是其實我今天來到這邊 我覺得有比我想像中的小 我以為他會再更大耶 但其實還好 然後 現在大家都在這個橋上面拍照 可是我看很多人 其實有一個地方拍會 比較拍不到人頭 就是他旁邊側面還可以下去 現在就帶大家去看一下 在哪邊拍比較不會拍到人頭 就是這邊 其實他的橋本體的側邊 還有一個可以下來的地方 這邊會比較好拍照 你看都沒有人 Let's go 很可愛 吃吃看日本的麥當勞 因為其實現在沒有很餓 我想說就點一個 好來吃就好囉 然後 我們的阿娘呢 剛剛 她開沙拉的醬包 直接噴到自己的頂 很慘欸 還有嗎 還有 就是我幫你擦乾淨啦 但上面就是 薑粉 對啊白色一點點而已 對啊白色一點點而已 哈哈哈哈 我剛剛跟我媽分到揚鑰 她在麥當勞就是坐著休息 因為她腳有點痠 然後我現在要去一個 我很想要逛的飾品店 叫做Mercy 然後剛剛我也有經過三角公園 就是附近的 美國村的一些古著墊 但是我覺得逛起來還好 就是沒有我特別喜歡的 所以我就想說直接去 Mercy那邊看看 超超大 那我現在在一個叫做橘子街 Holland Street的地方 然後我想說就是幫男友 順便看一下Supreme的東西 對 我是一個完全是潮流圈外人 想說去幫她看看有什麼東西 如果她想要就可以幫她買一下 我剛剛從Supreme出來了 就是幫男友買了一頂帽子 然後原本就是我們在討論要哪一色 就是她想要黑色 但我覺得綠色比較可愛 所以後來呢 我就買了兩個顏色 我想說我們就是可以交換這船 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就是 走進Supreme買東西 好不好 我們就是多虧了我男友 不然我以前是不會逛 就是Supreme 然後是一些潮流 相關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蠻有趣 裡面的東西都還蠻有質感的 好 我們現在到Mercy的樓下 他在一個黑色的大樓裡面 我們現在要搭電梯上去 到了 J.F.Mercy 我終於來逛這間Mercy 然後剛好問的就是 應該是老闆的老闆娘 然後他們說拍攝OK 非常之感謝 我剛剛已經逛了一下 完全整個就是失心風 應該會在這邊爆買 這邊都是她的材料 很多蜘蛛 超級可愛 然後你們看 像這邊也超多 然後就是她的材料 很可愛 超多這種 沙線 還有這種 緞帶 很有質感 而且都是我 很喜歡那種 繽紛的色系 超可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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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都是手做一個 然後款式都不一樣 它的每一款 就是耳環都會有一個命名 像這一款應該是叫Odd Look 它很多這種 壓克那個的材質 每一款都不 光澤感 它的亮粉還有配色 我就很喜歡 我剛剛會覺得這個很難去 它像這個特定的款式 就只能做耳架 可能這邊重量比較重一點 所以我覺得 沒關係 耳架也OK 所以我們在這裡 會不會 就像這個 可以 想像這個 超浮誇的 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加一服 哇 是 是不是很可愛 超浮誇的 這個我就夏天穿 搭配洋裝 應該很可看 哈哈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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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公屋車裡面有超多 而且還不只這邊 我們剛剛要先擠一筆 全部都帶給家 Oh my god 很可愛 女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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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們聊天之後 他們有說 就是一個是姊姊 然後另一個是弟 他們是姊弟 我覺得 很棒 很熱情 好我剛剛從Mersi出來了 結果我真的是 在這邊大敗了一筆 很可怕 我剛剛算了 我大概花了 三萬日幣 所以大概是台幣的 可能快要七千塊 很可怕 他會覺得我是盤子 可是 因為我想說我難得來 然後 我是真的蠻喜歡他的風格的 然後 我又覺得他跟一般的飾品 就是他是自己設計 創作出來 所以我覺得就是可以支持 那接下來這幾天 應該不會再買飾品 啊好可怕 然後這一間Mersi呢 他其實是就是 剛剛的那個女生 跟他的弟弟一起經營的 然後 我覺得蠻棒 就是他們兩個都很熱情 雖然就是 我只會講英文 然後他們好像 沒有辦法就是太用英文對話 但是 就是他們都很 就是很熱情的在招呼我 這樣很開心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來大阪我覺得 真的可以來這一間飾品店 如果你是跟我一樣 浮誇派的女生的話 逛起來好不好 我現在回到了 就是道東湖附近 然後我們要來逛 這個是我媽最想逛的地方 反正就是裡面有很多電器類的東西 那我自己也是想要瞧瞧看 你們到底有什麼 因為聽說他不只 就是一層 他有蠻多層 然後好像也不只有電器 我想說可以來看看 順便看一下有沒有什麼 好用的吹風機這樣 而且都可以退睡 這裡超風的 完全是3C控的世界 像這一區全部都是腳架 他腳架也太多種了吧 我根本看不完 你們看 超多種款式的 好瘋欸 像他這邊都有賣敏感畫提 然後我一直都想要問問看 可是在台灣就覺得 買 有點買不下去 然後我剛剛就看 他這個化妝水 他這樣一罐的話 我換算大概是八九百塊台幣 可是台灣買的話大概是一千左右 所以就是 你看化妝品也是稍微有折扣 要買嗎 馬上還可以試用欸 可是他這邊都有很多 生活 然後就可以在這邊 盡情的試用 自己逛 完全沒有問題 怎麼辦好像很好用欸 是舒服的喔 是否可夠你 日本的CAMMAC 他們連 就是你如果有長淚溝 淚帶的話 他都可以幫你增加血色感 好好笑喔 怎麼那麼好玩啦 我很吃藥欸 我的眼睛超常乾燥 然後我最近在眼前眼睛都不舒服 這個好像比較適合我 他還有角膜修復欸 一百多種欸 好可怕喔 好累喔 晚餐時間 我們今天吃的是鳥桂 然後他是吃串燒是不是 串燒類的醬 然後我們就來看看好不好吃 乾杯 烏龍茶 帶我喝酒的 好累喔 欸他這邊有點嚼嚼 翻翻看他的醬 酥不辣 這是雞肉 喔醬滿好吃的欸 有點甜甜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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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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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吃欸 嗯 很難嚼 喔 嗯 嗯 有點雷喔 部位不對 對啊 它完全沒有牛肉 它的牛肉串完全不合格 太踩了 我不知道是它 只有這一份不小心這樣還是怎麼樣 不然我 不然我再吃另外一串 對啊 雞肉蠻好吃的 可是牛肉有點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牛肉也很好吃 雞丁就還不錯啊 正常發揮 雞皮 我覺得它雞皮也不好吃欸 還是因為我喜歡的雞皮是 整個都是脆脆的 它這個有點 半脆半軟 太好吃了 我們剛剛吃飽了 欸 這個鳥貴族呢 說真的非常的 呵呵 不好吃 請大家好不好 但我不知道會不會是 分店的問題 我們吃的是千日前的分店 然後它 它是連鎖的 它還有很多 就是其他店家 可是我覺得 真的不OK 所以 嗯 日本還有很多串燒店 可以吃 大家可以 參考別的 現在是搭配時間 呵呵 明天要去還酒 現在要搭配衣服 你先幫我記喔 如果我襪子搭這樣 你看一下 搭這樣子 然後 現在要換另外一雙 好亮喔 連襪子的小細節都不棒 當你媽媽很累 還好吧 還好吧 很好玩吧 它是我夢想蠻油的 看不清楚欸 等一下我戴個眼鏡有沒有 它有愛心啊 這好像 比較花一點 你覺得 你覺得 你覺得剛剛那個全綠的還是這個 比較可愛 那你覺得這個比較可愛 這個比較可愛 那個就是很平常啊 對啊 然後那就是這雙不可 好的 以上就是第二天行程的Vlog 其實蠻走馬看花的 就是最主要是 逛到我很想去的那間飾品店 然後 欸 還有看什麼 倒頓窟 反正就看一些鞋子啊 跟一些 藥妝品 這樣 是不是有點無聊 好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好像都沒有找到什麼特別好吃的東西 除了早上的那間吃茶店的阿嬤真的超可愛 然後店裡的風格很復古 對 我就是蠻喜歡 我覺得這是跟她的相遇非常的特別 然後 但是明天的話就要去環球了 就是Day3的Vlog 可以盡情期待一下 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就是明天見